像剪哥我就問他 你怕老鼠嗎 他就回答我說 老鼠怕什麼呀 我想這個可以 但 你在怕什麼蟲或什麼 我不太怕蟲 可是我很怕老鼠 我很怕鼠類的東西 任何鼠 包括松鼠 只要它的名字是鼠 就它的名字是鼠 我就覺得 袋鼠也不行 袋鼠他沒看過 有鼠這個字 我就沒有很喜歡 米老鼠呢 也不喜歡 也不喜歡 米蘇鼠 除了玉鼠鼠 玉鼠鼠誰 馬鈴鼠 你知道我小的時候 上國小的時候 自然課本就有教動物 就有介紹一隻老鼠 然後我就用白紙把它貼起來 好可愛喔 老師講什麼 不想看到它 我只要認識男朋友 我就先問他第一位 你怕老鼠嗎 他如果說他怕我叫老鼠就走 不過剛才交朋友 他如果說還好啊 這樣子喔 那會不會以後你女兒就是如果有交男朋友 你也會問他這個 我也會問 你怕老鼠嗎 未來的女婿也不可以怕老鼠 不行不行 對 像簡哥我就問他你怕老鼠嗎 他就回答我說 老鼠怕什麼呀 我想這個可以 但結果他真的怕嗎 結果他不怕 但他怕一個 他怕蟑螂 對 結果有一天他看到蟑螂 哎呦 蟑螂會飛喔 對蟑螂會飛 他說什麼好 我不怕蟑螂 然後我就這樣拿錢 這個很妙喔 對啊 很妙喔 每個人害怕的東西都不一樣 徒手我覺得那個是神耶 沒有你有時候蟑螂來不及你就 就直接 好細 看到 有看到嗎 還有沒有 我看到那個 你敢抓嗎 蟑螂還是蟑螂 你敢抓啊 哪裡啊 這隻又大隻 這個他們在做愛 因為一隻騎在他上面 不要打擾人家 我們小聲一點 人家好不容易你交到你朋友 他們現在在想說 大家在看我是要繼續還是要 哈哈哈哈 還是要先暫停 你們兩個沒聽到耶 沒聽到耶 他正在思考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一群人 就過來看人家交配之後 這裡 剩下的女朋友一直在後面 認真的幫我們再採過貓 就拜託瑤瑤陪瑪 我們在幹嘛 跟著你舉手 握握握的就跟 但你有旗子舉手很合理 跟著我們的隊長走 帶你們到奇怪的地方 把你們帶到三里賣掉 帶到三里還有人買呢 哈哈哈哈 哈哈